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内容是 打造泥棚记水族馆 我是卢靖 来自中国科学院 骨脊椎动物鱼骨人类研究所 所以我们研究所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 然后实际上在我刚刚开始读研究生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我们研究所 但我为什么会报考了我们的研究所呢 那是因为我很小的时候 喜欢看一个电影叫《夺宝骑兵》 里面有一个印第安娜琼斯博士 他就是到了全世界的各个地方去探险 去寻找宝藏 完了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工作很酷 就是考古的探险的寻找宝藏 在寻找答案的这个工作很有意思 再到后来我又看了另外一部电影 我想很多朋友很多大小朋友们都已经看过 那就是《侏罗记世界》 《侏罗记公园》 这就是《侏罗记》的系列 复活了一大堆的恐龙 所以我就在想 那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的研究所 那是不是就是一个恐龙的研究所 又可以寻找宝藏 然后又可以去研究这一些恐龙呢 我们所研究的内容和这个差不多 但是真正当你到了研究的行业 这个领域里面来 你会发现研究和你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是另外一个世界 但是它一样的非常的多姿多彩 非常有趣 当然了我进我们所的时候 那时候很年轻 刚刚才大学毕业 我当时是想要去学恐龙的 我一心想的是 我是要研究中国的各种各样的恐龙 我的老师 朱铭老师 也是我们古鱼类学的 非常重要的一位专家 学者 然后他当时大概可能看出来 我对于古鱼类这件事情 好像抱持了很多不了解的状态 所以我在入门的时候 我的老师给了我一本书 就是他告诉我 他也没有说其他的 他说你要不然先读一下这本书 这个书就是A Fish Caught in Time 从时间里游来的鱼 然后我就读了这本书 发现这本书里面没有讲别的 它只有一个主角 那就是封面的这一条鱼 叫做拉迪麦鱼 这是一种过去认为和恐龙一块灭绝 然后它最早的祖先 实际上是发生在四亿年前的一种鱼 我读了这个鱼的故事之后 我发现原来过去我的世界观太狭窄了 我以为我的古生物世界里面只有恐龙 实际上这个世界里面有非常多各种各样 非常有趣的生物 而拉迪麦鱼无疑是其中的明星鱼之一 那所以读了这本书之后 我就开始对古鱼类有了一些了解 也为我开启了我这个古鱼类研究的大门 非常幸运的是大概在2020年左右 很有意思 出版社找着我 说他们引进了一本书 而且他们引进这本书是为了我引进的 我当时就很好奇 我说为什么会有一本书为了我引进 他们说当时是听我做了一个报告 在报告里面讲到了这条鱼 然后讲到了这本书 后来他们就把这本书引进了 他们说他们当时引进这本书 心里就想的是 我是这本书最好的译者 所以我也觉得我非常幸运 我在入行了20年之后 又翻译了这本书 寻找我们的鱼类祖先 然后我的整个研究 我的研究生涯是从这条鱼开启 我相信也会由这条鱼继续 所以我的整个研究 实际上最最开始的研究 就是基于这一类鱼 这个叫做拉丁麦鱼 它是属于肉脊鱼中的一种 我们现在有一个说法 我想大家可能听说过 说人是从鱼变来的 人不是从我们昨天吃饭桌上的鱼 也不是在你在池塘里 湖里面看到的井里 不是从它们这样的鱼变来的 而是从肉脊鱼这一只鱼变来的 而拉丁麦鱼 就是现在还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 肉脊鱼类的一个 两种为数不多的代表之一 所以拉丁麦鱼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特点 就是你们看到它 你们会觉得它和其他的鱼 长得不太一样 知道为什么会长得不一样吗 因为它的鱼是肉嘟嘟的 而这种形式的鱼鱼 也是这类鱼被命名的原因 那我们可以看啊 我们看这是一个演化上非常经典的 早期的肉脊鱼类叫增长脊鱼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它是被研究得最为透彻的古代脊椎动物 而且它正好处于从鱼到四族动物过渡的这个状态 这就是增长其鱼的一个过去的一个复原 但我们如果把它的鱼皮给扒掉了之后 把它的骨骼露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鱼鳍 它的呕鳍鳍里面 其实是有肋骨骼的 而这种形式的肋骨骼 最后就可以和我们人类的四肢一一对应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自己四肢的一个处形 来自于肉脊鱼类的偶脊 所以想想我们现在 为什么我们要说我们是从鱼变来的 那就是从肉脊鱼这样的鱼 所以说即使你们昨天晚上 你们的饭桌爱吃鱼 或者是你们的饭桌上看到了鱼 也不要担心 我们不会吃到我们的祖先 因为我们的祖先鱼 肉脊鱼 在四亿年前就和你们饭桌上的这些鱼 已经分道扬镳 变成两只 其中一只就是变成我们祖先的那一只鱼 最后在四亿 三亿多年前爬上了陆地 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讲 我非常幸运我的整个研究 是因为肉脊鱼而开始 就是这是一只非常重要 对我们整个脊椎动物演化 乃至人类演化都非常重要的一只鱼 那实际上我们要讲了 那老师你是研究化石的 那这个鱼它的祖先在哪呢 过去我们以为肉脊鱼类它的祖先是在欧美 因为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中国的研究力度也不够 而是反而在欧美的中晚泥盆的地层里面 发现了非常多保存很好的肉脊鱼花石 所以最早的研究 大家都以为肉脊鱼类的起源中心是在欧美 那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我们国家非常出名的古鱼类学家张弥曼老师 他把一个在中国发现的古老鱼类 那个鱼叫杨士宇带到了瑞典进行研究 然后全世界所有的这个 大家的目光最后都放到了中国 因为张老师带过去的是 全世界发现的最早的肉脊鱼 后来我们现在知道了 中国也是我们肉脊鱼类的起源中心 而我们如果我们一定要说一个地方的话 那这个地方就是云南的取境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甚至更早的时候 六七十年代开始 我们所的老师们就在这个地方 出野外发掘化石 一直到今天 我们现在我们的野外团队 还在取境挖掘化石 所以说这是全世界鱼类的研究中心 然后这张图呢 就是在八十年代 张老师把那个鱼头 带到瑞典去进行研究的照片了 这个鱼头说起来非常的小 也就大概三点五公分 是一个非常小的鱼 张老师做了一个什么工作呢 他把这个鱼 鱼头从前到后连续磨片 我们是要连续地切片 所以三点五公分的鱼头标本 张老师切了五百多张片子 要做什么 那就是要去研究这个鱼 它脑袋里面结构是什么样子 它的脑长什么样子 它的神经 它的血管是什么样子的 而那个时候 能够研究这一些 头部内部结构的方式 只有连续磨片 用这样的技术 我们现在我们的研究其实用CT 我们就可以做相同的研究 所以这是当时张老师的一个研究场景 他把这个鱼磨成了五百多张片子之后 他每磨一张片子 他会拍一张照片 然后画一个相应的树描图 然后最后把所有的这一些切片 堆在一起 做成一个放大二十倍的纳质模型 可以非常清晰地去研究这一个化石 张老师也因为他的这个工作 获得了在2018年获得了 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 他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是什么 就是过去我们之所以讲 这个杨氏鱼重要 因为是认为 它是四族动物起源中的一个重要鱼类 但是当张老师做完了 他的五百多张切片之后 他发现了一个 没有人能否定的事实 这条鱼 它没有泪鼻孔 大家知道泪鼻孔是什么吗 你们深呼吸 深呼吸的时候 感受到有气体空气 从我们的鼻孔一直进到口腔了 对不对 那这一个进入到口腔里面的这个通道 那就是我们的泪鼻孔 这是我们四族动物登陆的必要条件 而这条鱼它不具备 那它没有泪鼻孔 就意味着它不是我们的祖先鱼 但这条鱼它拉开了我们整个的 中国南方肉气鱼类起源研究的序幕 我们之后在这个地方进行了大量的发掘 发现了大量的鱼类 然后发现最后最早的四族动物的祖先鱼类 依然是在中国南方 而且这个最早的鱼也是在取静 而这个最早的鱼还有一个名字啊 叫豁嘴的鱼 什么叫豁嘴的鱼 刚刚我讲内鼻孔 内鼻孔怎么形成的呢 它是两对外鼻孔 然后其中后外鼻孔向口腔里面飘移 最后形成了内鼻孔 那我们恰恰就在云南取静 发现了这么一条鱼 正好后外鼻孔位于口腔的边缘 它正好处于飘移的过渡阶段 我们就叫它豁嘴的鱼 到下一个阶段 真正的内鼻孔就形成了 所以给大家看两段动画 这两段动画都是在中国发现的 非常重要的古鱼的画石 其中一段是刚刚比我刚刚讲到的 杨氏鱼更早的滞留季的 这一些古代鱼类 然后其中有最大的脊椎动物 红河鱼 还有这就是红河鱼 还有全河顿皮鱼类 然后这就是为我们复原了一个 我们四亿年前的整个滞留季 水珠馆的样子 接下来再看另外一段动画 这个动画就和我们的杨氏鱼有关了 这是一条刚刚游过去的 就是我们的杨氏鱼 和杨氏鱼同时代生活的 还有富云南鱼 还有斑鱼鱼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无河类 正是这一些奇奇怪怪的鱼类组合 为我们构造了一个四亿多年前的远古的海洋世界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鱼是长这样的 这就是斑鱼鱼 它是和我们 它是现在我们知道最为原始的肉骑鱼类之一 所以我们的整个巡鱼之旅 其实远远没有结束 我们从杨氏鱼的研究开始 把我们的所有的焦点 全世界研究最早的这一些四族动物 祖先鱼类的焦点 拉回到了中国 而之后呢 这些鱼它是怎么样演化 怎么样发展的呢 现在我们有一个理论 当然大家也是全球公认的一个理论 这些鱼是从我们中国发生 然后沿着当时的大洋 古大洋分布 一直分布到了全世界各地 最后登陆的 然而很有意思 有一个地方我们发现了最早的这一些肉骑鱼 但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没有在更新的地层里面 发现更多的肉骑鱼 我们在更新的地层里面的相关的研究 反而更少 那是这些鱼都有走了吗 其实并不是 给大家讲另外一段故事 就是在19年疫情之前 我们组织了一次 国际早期脊椎动物的研讨会 在会后考察的时候 我们把全世界的古鱼类的早期脊椎动物演化的专家 都带到了一个地方 朱江园 大家知道朱江是吧 大家知道朱江园在哪吗 朱江园就在我们古鱼王国的这个地方 就在取境 所以我们把它们也带到了朱江园 因为很多人对这个朱江园头特别感兴趣 包括几百年前徐霞克 曾经就一直想要去找 朱江最长的那一个园头是在哪 他找到了取境的 就当时离朱江园还有十几公里的这个村里 但是他没有找到真正的朱江园头 直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 才确定了这个朱江园头在什么地方 所以我们把这些国内外的专家 也都带到了这个地方进行会后考察 然后结果最为有意思的是 在这一次会后考察中 大家就在朱江园这个公园 它的路面上发现了大量的 分散保存的骨鱼的骨片 大家都震惊了 就是说你们这个中国 大家知道中国的化石很多 你们的化石多到都用来铺路吗 然后我们说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但是呢后来会议结束了之后 我们住民老师就说 他们因为他是在一个保护区里面 所以说他们的这个公园里面的 这个这些铺路的石头 不会是从太远的地方运过来的 那我们这是不是应该就在 朱江园整个自然保护区附近 去看看他们的地层 看看他们的路头 看不看我们能不能找到化石 于是我们就去做了这件事情 然后果然 我们就在朱江园 整个保护区的周边 发现了大量的更新时候的 就是刚刚我讲 我们的杨士鱼是在找泥盆式发现的 这个就是比杨士鱼 时代上更新的化石 中泥盆式的化石 然后大概我们现在踩了有几百方 然后完了之后呢 也在当地找着了一个堆积的地方 同时也建立了我们的 古鱼化石工作站 大家可以看到风景非常的优美 因为它就是在整个 朱江园的风景区里面 我们建立了这个工作站 而且最为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向当地的人去科普 就在你们的家乡 有多么重要的化石发现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 到了中泥盆 它们的多样性已经很高了 就会和后面和欧美的鱼 长得很像 我们过去就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直到我们在这个里面 发现了一种非常奇怪的鱼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照片里的 我只放了一个下颌 而这种鱼 它最大的下颌 知道能有多大吗 能长到三十公分 然后一整条鱼能到多大 一整条鱼最大的鱼 可以到两米长 这是一个在中泥盆的巨型鱼类 然后看到它的那个大尖牙 也是非常厉害的 显然这是一个巨型的 凶猛的烈士鱼类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 这个鱼它其实 它的下颌很奇怪 它的这个下颌前面 还有一个凸起 我们并不知道它是用来做什么的 因为我们有CT技术 我们把它拿到了 我们北京的实验室 拿到我们的CT机器里面 进行了扫描和三维重建 我们想要去尝试 复原这条鱼的样子 所以也做了大量的尝试 这是我们其中的一个尝试结果 这个鱼它的头非常的短 而且非常的扁 而它的下颌又很大 显然它的牙又很尖 是一种巨型的 我们从直觉来判断 这是一个伏击捕猎的鱼类 然后我们想尝试把它复原 你看我把两个下颌左右对称 给它拼到一起 它就是不能 就是你感觉我复原了 大概有十几种不同的这个样子 就是觉得这个 总归差点意思 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直到有一天 我们突然想到 原来这种下颌 可能它不是两个下颌都这样的 而是它的下颌是分的 左右是不一样的 大家注重看 我这个鱼 它的这个左右下颌 它实际上刚刚我讲 它凸出来的那个板 正好是可以和刚才被斧压的那个区域 跌附在一起的 那这个就证明什么 就如果我开始我复原它的下颌 正常的 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再也把它拼不起来了 但是如果我要把它们两个的斧压 去加到一起的话 那它就会变平 这个两个下颌 它几乎是以180度的形式来结合造一起的 那OK 我们知道下颌的形态了 那这个时候 这个胖头胖脑的鱼 它的头又特别扁 它的身体的所有的骨片 头上的所有骨片 完全是符合一个扁的 然后还是非常宽嘴的 同时容纳了巨大的尖牙的这种身体形态 那这样有了这个草图之后 我们在经过了80多版修改之后 复原了这一个三亿多年前的 这一只非常凶猛的 我们目前在中尼盆发现的最大的 最残暴的捕食的肉体鱼类 这个还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发表的成果 但是我也很希望通过 我们正在进行的一些工作 让大家看到 我们古生物学家 到底是怎么样抽丝剥茧 一点一点地把这一些 看起来不相关的结构 联系到一起 最后对整个演化的故事 整个鱼的结构进行解读的 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在做了很多 三维可视化的尝试 就包括我们自己研发了我们的软件 然后对这一些标本化石进行重建之后 再进行三维渲染 包括我们还为了要去对比 和化石的这个比较解剖学的不同 我们还建立了我们的一个巨大的数字标本库 在里面我们把已经三维分割好的这一些现身的 现代鱼类 现代脊椎动物 现代生物的三维模型全部都放进去 向大家进行一个集中的展示 同时大家还可以通过VR的方式 专到这条鱼的肚子里去看它的身体结构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通过这种各种各样的展示方式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更好的去了解 不管是现代生物还是古代生物的身体的形态 然后再安利一个 大家知道我们研究所有一个我们自己的博物馆 实际上我们就在我们研究所一楼的东厅下面 我们做了一个巨大的电视墙 这个电视墙正好也是我们的一个数字生命的演化墙 我们把各种珍惜的在外面见不到的这一些生物 进行了三维重建 把它们的三维模型 数字模型放到了外面给大家参观 同时也可以打卡 每天下午四点半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放这一些网红的内容 所以大家同学们还有家长们 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这个地方 在我们的研究所的门口 西指门外大街142号门口 去看这一些我们的最新的研究成果 所以最后我再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所有现在的工作流程 我们到底是怎么样把这一些从数字标本 从CT扫描然后再到我们的三维重建 到最后复原形成动画的过程 实际上我们会对我们的标本进行预处理的工作 为的是让它在扫描的过程中能获得更高的成像质量 在获得了高质量的数据之后 我们会对这些数据进行三维分割 以及三维渲染 过去在我们研究中做到这一步就已经够用了 因为我们有很漂亮的结果可以用于发表文章 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还不够 我们还想再往前走走 所以说我们就基于所有的CT数据 我们对这些化石再进行了三维的复原 让大家去看到真正的这一些史前生物 它们的样子是什么样子 同时也能做出来三维动画 供大家参观 然后看到这一些活蹦乱跳的最早的鸟 最早的兔子 最早的鱼 最早的四族动物 它们是什么样子 与此同时 我们做的这一些三维可视化的工作 又可以再度反补到我们的科研里面 我们的模型当优化了之后 可以形成一个非常准确的模型 进行有限源分析 进行流体力学分析等等等等 同时我们还建立了一个庞大的 数字三维形态学的数据库 所有的这一些过去的现代的生物 它们的形态学结构是什么样子 这就是我们现在做的工作 所以最近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是 我们在合作的一个事情 也是年底会开始进行的 这是印尼的拉底麦鱼 刚刚我讲到我们的拉底麦鱼 其实从现在一共留下来了有两种 一个是刚刚我们讲的 在科莫洛发现的拉底麦鱼 另外一种就是在印尼发现的拉底麦鱼 印尼发现的拉底麦鱼 实际上数量非常的少 但是现在我们未来要和它们进行合作 它们会把这条鱼运到中国来 让我们进行扫描 进行三维重建 对它的形态学进行最为详细的研究 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研究 可以揭开拉底麦鱼这种生活了四亿年的 我可以说它是骨鱼或者说它是活化石鱼 里面身体里面蕴含的更多的信息 这些都是在过去 我们从来都不知道的 所以我也非常幸运 我的老师给了我这本书 然后我更幸运的是 我在现在能够研究这些标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